佳陵案,哇,這宗真是太過轟動的案件 因為莊文強找了梁朝偉做陳重青的角色 加上劉德華這套金手指 重新又再將這個案件挖出來 這個簡直是香港商業案裡面 罪案裡面真是一個經典中的經典 或者你有我這麼多年紀的話 對佳陵真是非常認識的 這件事極度離奇 又看看我怎樣去演繹這個故事 當然要跟大家講這個佳陵案 當然要講回 我是知道一些你們未聽過 從來都未出現過的特別資料 因為當年這位陳重青有位秘書 在他的秘書口中有很多特別的事 我曾經聽到的 包括關於一位TVB 很出色很漂亮的藝人 這位美女藝人是跟陳重青有些很特別的 怎麼說呢? 總之很特別的事 有多特別? 我當然現在不說 你聽完我講這個陳重青的故事 這個佳陵案 我仔後面 慢慢告訴你 都挺過癮的 就是這個特別罪案調查科 發現在大埔的礁林裡 有一條屍體 這條屍體 什麼差都沒有 什麼證件都沒有 八幾年 真是多久 四十年前 四十幾年前 你說真的 怎麼搞的 怎麼去找線索 發現了 這個屍體的 身體裡面 這個袋裡面 有一個馬來西亞的銀 這件事 就成為了一個線索 終於他們查查 就發現了 哎呀 這件事 這個人 原來 是從馬來西亞 過來的 他是屬於馬來西亞 國營銀行 郁文銀行的一個 財務總監 不好意思 這陣子很冷 這陣子很冷 所以真的要保護頸 這位財務總監叫做伊巴謙 無緣無故 一個財務總監 怎麼會被人 殺了 然後 這裏 不是第一的犯案現場 他是被人移屍過來的 原來 當時 這個 的 玉文銀行 這個馬來西亞的 玉文銀行 就發現 在香港他們的子公司 玉文財務 有些財務上面的 古靈精怪東西 於是 就派了這個財務總監 伊巴謙過來 檢查 一檢查之下 數字還未檢查得完 但是 他就被人 割了 那 你想一下 是不是很大件事 大哥 當時香港要成為這個金融中心 你搞什麼 大哥 別人檢查數字 你割了他 當然 發散了警察 就要去 搞這件事 好了 首先 然後 沒多久 就發得大大的 一個 過江龍 這裡 就掀起了警察的懷疑 繼續去 一路調查 一路調查 哇 真是厲害了 真是這個 陳重青 難道跟這個 謀殺案有關 人家是不是來去查他 還是怎樣呢 這就厲害了 但是 跟大家講這個 陳重青之前 首先就要講一個人 你們完全都不知道的 那個人叫東姑拉莎里 東姑拉莎里是什麼人 厲害了 是馬來西亞 吉蘭丹的王子 那這位東姑拉莎里 是因為 很聰明 去過 英國 林肯的學院 修讀法律 然後 回到大馬 進入商界 大哥 王子身份 又有名校 又厲害 對不對 於是 很快 他就 進入了 這個大馬的 經濟政策 這些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然後 繼續 他就 應這個 政府的要求 成立了一家 漁民銀行 哦 沒錯 大家聽了這麼久 終於知道 原來 東姑拉莎里 這位王子 就是成立了一個 的漁民銀行 究竟是什麼 來的呢 大家可能 就沒有什麼 看資料理解到 因為 在這個馬來西亞 是有石油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 在東馬那邊 有很多石油 所以 馬來西亞的汽油 是比較便宜的 由於 他有自己生產的石油 那麼 這個 東姑拉莎里 這些是屬於 毛統的人 他是屬於馬來人 政府就告訴 這個石油公司 喂 總之要抽些錢 每一年 就去給這間 御民銀行 這些御民銀行 拿了這些錢 之後 就是作為 去幫助這些 馬來西亞人 所謂的馬來西亞人 就沒有你懷人份 就是說 借錢給這些 不同的 馬來西亞人 他們去做事 去做生意 幫助這些 馬來西亞人 可以讓他們做好些生意 但是 你知道 傾斜的這些 法例 結果 當然出現很多問題 經常借錢去 一去就沒有回頭 那麼 東姑拉莎里 就負責這個銀行 不借又不行 因為 你知道 借了錢給了一大堆 馬來西亞人 大家就會支持你 啊 國家對我們好 於是乎日後 你的票 當然容易拿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有關政治的行為 就不可以隨便 所以 東姑拉莎里 又沒有什麼辦法 這間 銀行又要這樣搞 於是乎 他想到 不如我們 進軍海外 啊 是啊 厲害 既然有這麼多 來自石油的資金的錢 那我們 走去海外 做生意 貸款給別人 咦 那就有 商機了 於是 他就希望去香港那邊 搞搞 這個銀行牌照 做香港的生意 咦 誰知道 一去到 香港當時的金管局 一看一看 他說 好吧 你給我看一看 看數 看數啊 聽不聽到啊 那你想想 這間這樣的 愚民銀行 那條數 好不好看 當然不好看 經常借錢出去 然後又不能還 跟著 金管局跟他說 不好意思 以你們的背景 以你們的過去的業績 我們是不會給你這個銀行牌照的 咦 港英政府那時候 這些官員守得好穩的 這麼簡單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影射現在 千萬不要這樣說 哎呀我沒有這樣說 現在更厲害 現在更厲害 唯有這樣補回幾句 哎呀厲害不得頂 那麼 當時來說 這個東姑拉莎莉 就沒有辦法了 於是 沒有辦法 可以進軍到 這個香港市場 唯有最後 就開一間 叫做 愚民財務 用財務公司的形式 去貸款給別人 那就不可以變銀行了 生意 小了很多 正好那個時候 就有一個人 他就叫做陳松青 他就認識到當地 就是華僑 那些搞政治的人物 那個人叫做李三春 李三春就厲害了 他是馬華總會的會長 這麼簡單 你猜 那當然 陳松青有很多方法 大家變成好朋友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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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知道 李三春 跟東姑拉莎莉 是朋友 來的 那麼朋友 於是 就介紹給陳松青 陳松青就說 哎呀 OK啦 我們大家一起合作 你在愚民財務那邊 就貸款給我 那我呢 其實就是我來買地產的 那我就抵押回地產給你 哇 當時你想一下 香港的地產就 欣欣向榮 對不對 那 OK的 於是 在1979年 這個愚民銀行 就把30億的馬幣 以前很厲害的 以前馬幣曾經試過 對2對3 對3 現在對2 所以你想一下 30億 真的接近90億港幣 哇 那個年代 1979年 90億 真是 嚇死人 對不對 令到 全世界震撼 哇 又有這麼大筆錢 於是愚民財務 就 堅強 一路 跟陳松青 啊 來來來來來 去做好你的生意 那麼 這個 愚民銀行 在1979年 就鑄了那些 30億的馬子 集到這個 愚民財務之後 階寧就開始 一路慢慢向他借錢 但是 後來 警方就發現 一查訴 喂 大哥 原來全部的貸款 都沒有按照 合理的程序 去檢查 那些文件 大不大件事 那麼 於是 就是 陳松青 和佳寧的案件 就是在那裡 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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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糟糕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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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這個故事 是未完的 但是我們 不再 繼續說下去 首先 你就理解了 陳松青這個人 成立了這個 佳寧集團 而 最後 大家發現 他為什麼這麼有錢 他就說了很多 但實際上 不是 就是來自這個 愚民財務 愚民財務這麼有錢 就是因為 愚民銀行 住了30億 馬子下去 而 而愚民銀行之所以 有這麼厲害 是因為 他來自 國家的銀行 錢是來自石油的 而這個 東姑拉莎里 就是那個華視人 他和陳松青很朋友 所以 東姑拉莎里 陳松青 愚民銀行 愚民財務 和佳寧集團 就黏著了 大家就理解了 知道 為什麼 陳松青的裁員 好 回來 就說回梁朝偉 色戀的角色 這個 金手指的陳松青 那 什麼叫金手指 一睹什麼東西 那樣東西 就爆聲了 是不是 那麼 先說了這個 的案子 真的很誇張 大家都會看他的資料 就是佳寧案 總共審了什麼 17年 破了紀錄 就不用看了 我想見歷史也有機會 用了 十萬多個小時 去查案 精密 整四百頁 有一大疊 給大家看一幅相片 牽涉了八個國家 那麼多 真的 有沒有那個相片 穩穩避大家 挺有趣的 就是 看看我有沒有 可以 很快的 可以 找到出來給大家看看 對不起 這裡真是 沒有意思 那 這一幅相片 就是當時 拍下 這個 無盡感的文件 是來自這個 有一個佳寧集團 是查他的 看看 只是那些文件 查他的 document 已經這麼多 誇不誇張 嚇死人 好了 那麼 那麼 這一件案 大家都聽過了 總共死了四個人 那麼有一個 就應該沒有關係 有一個是廉署裡面 那個的 就是職員來的 那麼就查這個案子 可能真的太辛苦 自己自殺死了 哎呀 真是 很恐怖 那麼 其餘三個 就真的 真的有關 一會兒慢慢 只是說了現在 就是一個 過來做財務總監的 馬來人 被人拘捕了 那麼 捉了的 那個兇手 那些人都說 馬來西亞有很多 這些殺手 那麼 那麼 後來有抓到他 但是當然 幕後的人就找不到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訴訟費總共超過兩億元 那麼 整個個案子 涉及的資金 是66億 哇 你想想 說 80年 80年的時候啊 哇 大哥 66億 真是嚇死人啊 真是嚇死人啊 你真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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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誇張啊 那麼 這個是被認為 涉及的金額是最大的一件案件 最終呢 陳重青 只是被判了入獄三年 其中有一年 還在肌樓房 即是病房那裡度過的 那麼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簡直是匪夷所思 也是因為 陳重青到今天 仍然是在他自己的大屋裡面 很少出現在其他的地方 仍然是非常神秘 陳重青 竟然 發下這麼大的案子 有這麼多錢 跟他有關 但是 並不能夠將他 承之於法 或者 很久的時間 大哥 你坐的那兩年左右 讓我說一句老實一點的說話 他 涉及六十幾億 旺玉朗 相對少很多錢 黃若朗和他坐的時間 竟然差不多 死不死 黃若朗也搶了兩年多 那你就知道 陳重青 相對來說是多麼不合理 好 接著說回 陳重青這個佳寧集團的始創人 他究竟怎樣可以 白手興家 他當時真的 他在新加坡過來的時候 真的兩手空空 打工而已 跟一位姓鍾的先生 去打工 鍾文正先生 在那裡上工 因為他是土木工程出身的 於是乎 又做事很聰明 所以很快就 不單止打工 直接跟他一起 交了一間公司 但是一個普通的上班座 還要是過崗爐 你又不是可以天下無敵 或者揹著一大塊金過來 為什麼可以在80年代 這麼快呼風喚雨 你知道佳寧 有買地產 又這些路路 又百億計 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麼誇張 股票發發聲 後來 甚至乎連的士 大家都記得了 佳寧 只是的士司機 即是他要進軍的士行業 只是的士司機 打了領胎 戴上手套 又穿西裝 七百多人 那個年代 多恐怖 究竟這個陳重青 如何呼風喚雨 如何白手 可以變成這麼多出錢 你想知道 為甚麼 你也想嘗試過過這段生活 又或者 你也曾經試過 聽過陳重青這個人 但是究竟 他是如何一步步建立他的王國 然後 他又因什麼事 無緣無故 掉下去 然後又因什麼事 而有三個人 因為這案件 先後離奇地死亡呢 大家都很興趣知道 當然 還有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有一個TVB的美女 是 跟陳先生 很有關係的 很有趣的 這件 這麼有趣的事 讓我 有料爆給你聽 所以 你當然要看看 我的第二集 這次就說不完 了 希望 你會這麼喜歡 這個 佳寧案的故事 然後 又會繼續支持我 去挖這麼多厲害的料 告訴你 下次 繼續跟你說 陳重青 佳寧案 OK 記住 訂閱 還有點讚 劉阿賢 看看 你又猜一下 究竟 哪個 阿姐 是跟她有關 跟陳重青有關 又或者 你又覺得這個 這個案子 你有沒有見過 你當時有沒有去過 奧家寧娜吃過東西 有沒有搭過她的的士 有沒有買過她的股票 那邊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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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 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OK 拜拜 拜拜